今天是2月21日的AJMarkets 范考瑜 今天是年初六 再次祝大家恭喜發財 添丁發財 下九年行大運 早了一點就開這個節目 趁早預備一下今天的廣估情況 昨天的狗仔不太聽話 狗頭有點蛇尾 全日高低波幅超過600點 但最後要倒跌收市 今天的廣估可能會持續受壓 因為昨晚美股是一般的 昨晚的道指跌超過200點 道指收市跌了254點 去到24,964點 跌幅超過百分之一 中至六日連升的走勢 納指沒那麼傷 未跌5點 去到7,234點 希望今天藤指可以 像納指一樣 支撐著大市 其中為什麼道指會跌這麼多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旭爾馬Walmart的業績 遠低過市場預期 令到昨晚的Walmart 急跌10%的流上 亦是至1988年1月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 拖低整個市場的氣氛 還有另一個因素 除了季節因素之外 還有債息高企 十年期美國的國債息率 站在2.9厘流上的水平 而美元方面 亦是由上星期三年以來的低位反彈 令到市場氣氛進一步轉弱 擔心美元會繼續上升 或者美債繼續向上收押 即是債價收押 主要港股方面 昨天是高開倒的 九年第一家日高開倒幾十點 但很快就倒跌了 還曾經跌成394點 接近全日低位收的 30720點收市 我看看圖 其實昨天是50天線的水平 下市的50天線 最終是欠手的50天線 先看看 恒指昨天收市下跌了 昨天最深的下跌了394點 之後去到50天線 咬腰上升 升到200多點 但到尾市 都要再跌超過200點 跌了241點 欠手田50天線 藍色這條線就50天線 接下來港股通 今天星期三 明天星期四就會重開 內地股市明天會 架後服市首個9年的佳日 希望港股通可以有些北水 即是撐回大市 但其實現在強勢股的買盤 是比較疲弱的 我們看看強勢股指數 現在強勢股仍然在單位數 即是紅色這條線 7.5% 弱勢股指數雖然回落了 但也有20.1% 反而弱勢股指數仍然比較高期 至於市寬方面 短線市寬有個不錯的改善 升回6個百分點 去回31.2% 中長線的市寬都在40%的流上 但信報就認為 其實現在強勢股買盤比較疲弱 除非我們看到強勢股指數有個明顯的改善 否則這一浪只能當它是超賣 因為RSI非常低 當時穿過30 超賣的反彈 反彈一些所謂空倉盤 推高的市 反彈的力量未必會很大 或者已經完成 反映得七七八八 有可能會出現第二隻腳 第二隻腳有多深 還是淺淺的 暫時還未知道 我們不排除這個會出現的可能性 好了 至於今天的過股短片 先說一下這隻太平洋航運股 比較少說 太平洋航運 太平洋航運2343 其實很久之前 這個高位是2013年 有高位是四個一流上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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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元都沒有 變成熊子股 所以這次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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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如果突破的话,可以上网反弹50%的位置,大概是2.4 至于它的灯号,现在也不错的,我们看看长线绿灯 现在有4颗绿灯,什么时候出的呢?这颗绿灯不是出了很久 今年年头,1月9日才出的,当时在做过八岛,现在都是2元左右 大概出了6灯之后,大约升了1成左右 可以留意一下,这只太平洋航运,当然要入市的话,都是要看位的 因为现在市,现在刚才也提到,可能出现第二只脚,所以要留意一下 另外这个市场的焦点,就是这只汇控 其实也有一点失望,因为大家对于它的业绩 有一个不错的期望,之前会比较是希望它在那个息差上有一个改善 结果就不要太大改善不止,还要是那个回购计划,有点落空 我详细看一份业绩先 它去年的税前盈利有171.6亿美元 其实按年升了1.4倍,略为比市场预期差一点 经调整后的税前盈利有209亿美元,按年升10% 其中主要都是来自香港的强劲增长的大动 但是市场比较失望,第一点就是没有公布新一轮的回购计划 第二就是第四季的税前盈利按月跌,也是低于市场预期 第三就是派股息,跟去年派息的金额是一样的 第四季股息每股是21亿美元 全年派51亿美元,没有增加派息 汇控有信心维持现时的派息水平,我不是说你有信心维持 希望你增加,是不是? 汇控也预计,今年的第一次股息仍然是1毫子 就要快了,明天就会随正了 如果想收第四季的每股股息2毫1的话 就要留意,明天就会随正了 去年的股东权益回报率是5.9% 虽然是高过之前一年,但跟目标10%还差很远 但集团就说,随着未来的利率上升 有机会是有利接任行政总裁职务的范领 去提升股东权益回报率,非常大的重担 其中业务方面,亚洲区,特别是香港 再次成为带动汇控增长的引擎 去年汇控亚洲区的税前盈利有153亿美元 占集团的税前盈利的差不多有9成 其中来自香港的税前盈利更加占了集团的5成半 香港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但始终大家都不太满意了 于是昨天的业绩公布之后 整个下午的市场就拖下了港股的气氛 汇丰在5市的时候一开已经跌了 然后收市跌了3% 伦敦开市后股价进一步下跌 跌穿了80元的港元 如果以上周四的收市价计 连上昨天的香港加上伦敦 汇控跌了4% 汇控是重磅股 所以会影响恒指的表现 至于汇控 现在看到其实 他从 他上到80元流上之后 其实就有点反复 还有这个已经是一个大V型的反弹顶 你这里有86元 有一个比较 就是要上到86元流上才是比较安全 一个很肥的 一个成交类物集区 成交类物集区的顶部 就大概是86元的水平 成交类物集区的底部 大概是74元 其实之前试过几次的顶部 就是80元左右 所以80元这个水平 都是比较关键一些 要看80元这个大关 无论心理上 和技术上 都要留意着80元这个水平 做了行政总裁 七年的欧志华 今天就会正式卸任 欧志华就说 其实为什么那个回购 他们没有提到原来有技术上的因素 欧志华就说 今年上半年 是计划发行50亿至70亿元的额外一级资本证券 技术上是不能同时进行回购的 但他们的资本管理计划是不变 适当的情况之下会继续回购 等上半年完成发行 这个额外一级资本证券之后 会重新审视这个回购的可能 高盛就说 股都是下半年才会展开30亿元的回购计划 但他们第四季的表现有超过预期 又没有再公布新的回购计划 高盛就相信 汇控的股价就会转弱的 汇控可能都会拖累市场气氛 但如果你是汇控股东 都可以的 有些会收的 比如平保这样 虽然他那些未必是 他几钱买的 大家记不记得 我不太记得平保是几钱买的 总之现在平保就持有汇控6.17%的股权 就12.5亿股 估计这样推算 可以拿到汇控第四季股息都成20亿港元 如果他想收20亿的股息 今天也会继续持有股份 因为明天才会随正 平保昨天也是下试了50天线 叫做遣守住 看看50天线的支持力 平保股价走势也强了 价值很多 汇控没有增加派息 但恒生真的增加派息 他说去年的顺利有200亿 按年增长2.3亿 比市场预期是好的 其中第四季的中期股息 是每股3.1亿 增长有成一成 不过昨天股价也是要跌的 上星期已经升了 不知是否大家已经反映了增加派息的因素 现在上面的位置大概是195元左右 几次上这195元就掉头了 看看今次有没有机会 再上一层楼了 不如我们看看有没有朋友已经在这里 在看节目 今天真是少了一些人 跟大家再恭喜发财 可以看一只3167元 这一只呢 我觉得这一只比内地的其他ETF更强 现在它只是在50天线附近 它又没有这个强势绿灯 不是很明显 既然是这样 不如看看它那个RA吧 它RA虽然在落后方格 但是就向上方向 虽然仍然向左 但是就向上 反映动力是在改善的 不知你有没有放手了 另外Patrick在这里 Joylene 例如天生Liu 例如Penny 我继续会在这个 做EJMarkets的 大家记得早点起床 留意看着我们的节目 而且这一排Facebook 经常都不派一些 信报的Live 给我们看 所以有时候 那么常一时间 他又没有通知 没有通知你 我们现在做直播 大家记得 按回我们Facebook专页 看我们信报 那个Live 大概8点半钟之后 还有4点半钟之后 就会有 肯定有两节 讲股市的节目 周桂贵位 上得2388 2388 中文香港 我觉得本地银行股 中文香港和 加打都还好 但是 恒生 上个星期 急升了之后 我觉得反而 中文香港 OK 先看匯控 恒生 本地银行业务的业绩非常好 还有中银行还有一个衷径 就是一带一路的因素 比较正宗的一带一路受惠股份 是有一个概念的 之前成家业务集区的底部 大概36.8就顶得住 其实这个36.8也要大家记住 就是几次的一个支潮位 这个横行区和这一阵的支持位 都大概36.8的水平 36.8这一阵上次的港股回调的时候 同样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很好的反达 36.8总之36.8就是不失手的话 其实是OK的 上面的成家业务集区的顶部 大概是40元左右 如果穿了40元楼上就更加安全 现在大概在36.8至之前高位42元的中间 有点尴尬 可以等他的业务 未来应该都会就快轮到他派业务 另外大飞合想看1088 我们看一下1088 其实1088 都去到18.6左右 有一个横行区 18.6至20元左右 有一个横行区出来了 之前要看着横行区 如果跌回横行区的区间 可能会等于跌下一格 现在它突破了横行区之后 曾经上过去25.7 距离50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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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守得住 我们先看看它的绿灯 现在它仍然有三颗的绿灯 如果你持货的话 如果你有持货的能力 可以继续持有 观望先看 走势 其实这一阵都是根据大市会的 它绿灯方面虽然减了 但又不是算太差 另外看看三八八 我们再看看三八八 再说一下库治康 其实三八八的灯号也不太差 都有4颗灯 而且它似乎比大市好一点 大市在50天线附近增持 其实它也不算很近 50天线 不算是下市50天线 现在它上面没有太多的蟹货 这一格大概是294元 是不是上得300元 好看的事 昨天听听李小嘉和周重光的语气 好像说今年的成交会大一点 这是他们的憧憬 成交大是会有来到港交所的 未来可能等明天北水回来 成交会大 昨天没有那些北水 成交会比较低了 另外一个焦点股份 就是轮到库治康 库治康发了一个刑警 我们看看库治康的刑警情况 预计去年的全年正规选 是5.25亿美元或以下 2016年是有盈利1.38亿美元 业绩转型为规 是由于新业务的相关成本 和投资组合减值产生的亏损 和毛利率下降 这就很惨了 去刑警 其实这个股价一直没有太大改善 现在是负三颗的红灯 之前失手了成交物集区的底部 大概2.3水平再下市多年以来的低位 之前试过是低件2.08亿美元 小小反弹回几天 不知道有没有用 就是一级不级下的 如果有货的可以考虑一下 既然它都这么惨 可以考虑一下 又有刑警了 应该是要换马的 但是其他昨天的手机相关股 就真的不错 就是富士康 和譬如说信耀光学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虽然信耀光学 其实它等了很久的绿灯 它都还没转 但是它已经让市场走先了一步 这一阵是让市场反弹得快 已经上回130元的楼上了 也是收负一条50天线 是继续上的 之前有个颈线位 大概是115元左右 现在就比较安全 这个同时间也是一个成交临闻集区的顶部 可以看着作为参考 115元、116元的水平 作为止蚀、止赞 这个位置大概是116元 好了 时间都差不多了 今天可以继续留意着 汇控开市之后的表现 看看会不会拖累大市的情况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明天再和大家在EJMarkets 收视之后留意旅园营的报道 拜拜 还是留意旅行 所有的额团 词